香港電台第二台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全力推動 與常會全力支持 三五成群 古今人物雜誌價值觀天 今個星期三五成群 繼續有平凡人的不平凡 人物專訪比賽的得獎同學上來 今日這兩位就是來自和富慈善基金 李中德小學 他們是小學組的亞軍同學 兩位介紹一下自己先 大家好,我叫廖欣婷 大家好,我叫王蕊彤 蕊彤和欣婷 我想問你們這組本身有多少人參加這個比賽 四個人 有四個人,你們兩位就要做代表 那你們四個人是選擇了誰來做你們的人物專訪對象 我們選擇了鄧俊文 鄧俊文,他是什麼人 他是一個羽毛球運動員 是否一開始就鎖定了 不如我們先找一個運動員 這期香港運動Hit 是不是這樣呢? 還是為什麼會選擇鄧俊文這位運動員呢? 其實我們學校 為了給我們高年級的學生 就放眼下社會 他們每年都會邀請一些名人來我們學校進行訪問 所以這個是本身我們學校預設的 不過因為今年我們的奧運月潮 還有我們學校20周年的主題 於是就請了鄧俊文來我們學校進行訪問 好清楚 那要訪問一個這麼厲害的運動員 你們一開始有沒有緊張呢? 有 在這個訪問前呢 我就怕訪問鄧俊文先生那時候 我們太過緊張而影響表現 是的 不過幸好我們的負責老師 陳朗婷老師都一直鼓勵我們 還有教我們 最終那個訪問都可以順利進行 有沒有什麼提示怎麼可以沒那麼緊張呢? 因為有時候我訪問一些藝人 我都會緊張的 你有什麼方法令人沒那麼緊張 讓我又學一下呢? 其實我們可以深呼吸 首先調整整個情緒 我們就會輕鬆一點 自然我們就可以發揮得好一點 哦 即是你們真的有這樣做的? 是的 即是問他問題之前 鄧俊文先生 大家等一等 我先收呼吸 咦?開問了? 我要讓他們教一下鄧俊文 你不用緊張的 收呼吸 但因為他們很厲害的 他們也有上老師安排的課堂 學一些訪問藝人和禮儀 有沒有這些是真的用到的呢? 是的 首先學了怎麼設計問題 例如我們學了我們的問題 要是開放式的問題 這樣等到鄧俊文他答 那時候的自由度大一點 他回覆的內容就會豐富一點 嘩!厲害啊這個 不是Yes No Question 問題 但有沒有忍不住呢? 即是在訪問的過程裏面 又問了一些不是開放式的問題 你開不開心嗎? 那你開不開心啊? 那些有沒有忍不住問了這些問題? 那有時候都可能會 但是問題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通常都在後面的一個為什麼 這樣可以 追問下去是不是? 嘩!好聰明喔 好聰明喔 那些事情你預設了的問題 做訪問的時候 有時候未必可以全部跟著稿問 又或者你聽到對方說話的時候 你又想再次問一些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是的 你很難所有事情都是在你的預計之內 但是最重要就是 可以懂得馬上有反應 立刻可以追問那個問題這樣 但是我想問了 在整個訪問裡面呢 你們有沒有覺得自己做得最出色的 是哪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之前所搜集的資料 都可以派上用場 而且鄧俊文先生 他也是很親切 他代入了學生的角色 來鼓勵我們積極上進 是 帥不帥仔 他也挺帥 哈哈 你這次視像訪問都已經這樣了 如果可以面對面訪問 是不是大件事 你們是視像訪問的 是嗎? 有沒有難度呢 你覺得做視像訪問 比起可能面對面跟別人聊天 我覺得始終可能有一點點障礙 因為例如有時候 首先要把他 我們用Zoom 由他在等候室邀請進來 到他可能 他回答問題的時候 也要開啟咪 我們才會聽到他說話 可能沒有面對面那麼順暢 可能面對面他們有更多 可以啟動出來 但如果不面對面 會不會那麼害怕呢? 好像不用對著他 好像壓力沒有那麼大 深呼吸都容易一點 可以避一避有鏡子 避一避有鏡子 有沒有呢? 會不會是這樣呢? 壓力會不會大一點或小一點 其實跟面對面一樣 因為你始終都看不到他 其實你也會有壓力 因為在你們訪問裡很強調 很想問到鄧先生 不為人知的一面 你們有沒有真的問到一些 平時你們做的資料搜集的時候 看不到的呢? 有沒有問到呢? 或者他回答了什麼內容 是符合你們所說的這個目標 要發掘他不為人知的一面 其實都有些是令到我們幾驚訝的 其實我最初以為 可能鄧俊文和鄭英雪他們兩個的默契 其實可能是他們的技巧和走位 去得出來的 但是之後訪問完之後 我發現原來他們的默契 是從三方面去得來的 第一他們就是練習 或者練習之後 他們都會去溝通 去了解對方多一些 然後一起商討一些策略 會檢討之後再是嗎? 然後第二 就是他們在比賽那時候 就算可能是一些小小的動作 例如他們跟對方擊一下掌 他們跟對方說一下加油 這樣就可以鼓勵到對方繼續努力 這樣邁向前面 第三就是鄧俊文 當他們輸球的時候 鄧俊文不僅沒有去怪責 鄭英雪反而他就會自我檢討 看看他究竟做錯了什麼 或者哪裡做得不好的 我們去改進 頭頭是道啊 真的 很放心啊 他們肯定是自己做的 那些內容 就是訪問的預備 因為他們都記得了 而且一定是很深刻 就是一回答的時候 都會現在還記得這樣 因為你們有四個組員 會不會說在這裡談那些內容的時間 有沒有哪些問題 是你們突然之間覺得 這個問題好像不太適合我們的主事 就是有組員問 我想問他的私人生活 是啊 我都問他什麼時候結婚了 是啊 就是想問他 空閒的時候喜歡玩什麼活動的呢 就是會不會有這類的問題 你覺得好像都不太適合我們的主題 剔除了 剔除了 這樣有沒有呢 那就是其實每個組員 都有不同的部分要去做 例如資料搜集 那我們都會當他是資料搜集 他就說 不如問一下他這條問題 如果有人反對的話 就要先說出他的原因 之後再投票 你覺得應不應該這樣做呢 所以你們在預備問題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有不同的角度 想的了 因為有不同同學的參與 雜思廣益 所以投票是一個是 大家都要認同 一定是問這條問題 這條問題 對 剛才聽你們說 做這個訪問似乎都很順美 還有都問到很多東西回來 但會不會你們都覺得 原來做一個人物專訪 要訪問一個人 再寫一篇稿出來 給大家知道是有難度的呢 那個難度是在哪裡呢 那我覺得當然有難度 因為始終 就是你聽完那個人物專訪 就是你問完他的訪問 但是那個問題 而你都要受到 就是可能要把它重整 變成一篇文章 所以我們寫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頭腦的 幸好我們找到主辦機構 他們有一個寫作訓練的工作坊 然後我們看了 然後他就教我們怎樣寫一篇人物專訪 於是我們就可以開始學他怎樣寫 所以參加這個比賽 原來不是只學怎樣去訪問一個人 原來他們之後還學了 怎樣將他們的內容變成文章 整理好 對 和其他人去分享 這個都是做記者的一個最大的使命 就是你不是只去接觸了那個人就算 你要將他的東西轉化成文字 給更加多人的知道 但是你們現在已經做到了 將來你們會不會考慮做記者呢 如果你們有這個能力的話 可以嘗試一下 好 那我等你們訪問我們 真的有興趣 各位那是平凡 我們可以讓你們訪問的 好啊 他們會紀錄在我 這位先生麻煩出去等 好 拿醜先學出去 好 今天謝謝兩位同學 他們是小學組的亞軍組別 就是這個和富慈善基金 李中德小學 還有一次恭喜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